回转远景骑机车迅速上前拦下驾驶人 驾驶人乖乖的路边停车 不过举罚单要不要签收 警方又到底给不给 双方起了争执 当事人 林姓律师19号行进台南安平区 突然被诚信远景蓝庭 不过林律师不确定自己是否违规 现场不愿签收 希望回家看行车记录器 等红单寄来再做打算 但没想到接下来 林先生你拒签了 这样给你 我当时就好了 我回去研究一下 好好 你好好研究 我只是说你这样 是要把我包围什么 没有啦 没有啦 你把你包围 你的车在那里对吗 车就是说今天去用路罪 林律师表达不满 质疑警方执法过当 围住他也涉嫌强制罪 驾驶人有拒签的权力 不过当下警方仍是得把通知联交给对方 这回林律师只是表达一律 当场拒签 就被远警围起来 一般老百姓当然是看了心疙疙 华视新闻刘汉森 谢云青网之间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林明睿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